其實同樣 其實跟黃國昌委員一樣 有些在你能回答範圍之內 我們就來就教一下 今天民進黨2024年的 國會閹割法案 當然他們認為是國會改革 那我在這邊也跟秘書長報告一下 事實上我覺得 今天我看到2024年 民進黨的國會改革法案 我想到八個字 就是欲煉神功必先志功 就是典型的葵花寶典 不過神功蓋世是行政院 然後我們立法院 就要在民進黨的所謂的 葵花志功寶典當中 就自我閹割 這自我閹割不是個評價而已 我們就來一一來就教一下 我們民進黨真的是 令人嘆為官職的自我閹割版本 我先來講 民進黨的這個2016年的 國會改革版本 跟2024年的國會改革版本 到底差別在哪裡 也就教一下我們的秘書長 到底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 我們先來看第29條 第29條 2016年的民進黨版本 跟2024年差別在哪裡 第一個 民進黨在新的版本 這個閹割版當中 把檢查總長中選會主委 公平會主委 NCC主委的同意權從院會移到委員會審查 然後而且刪掉了2016年審查意見凝聚報告提送院會 他刪除審查期不得少於一個月的規定 也就是把我們的審查的密度跟期程縮短 那更重要是他把表決從記名改成無記名 表決門檻也閹割 本來在民進黨2016年版本 是全體一半 現在也是全體一半 他自己閹割掉 變成出席委員一半 變比較少 比較門檻比較低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 我要想要請教一下 我們的秘書長 到底我們今天的表決 以現在我們的立法院政府院長 我們現在都改採記名表決 已經大家都往這討論 民進黨也認同 所以民進黨的技術性的記名 量票都已經在做了 那為什麼人事統一權今天 結果我們民進黨的自我閹割版本的 把改成所謂的無記名呢 你認同覺得現在還是人事審查權要無記名嗎 我想大概由委員來決定 到底要不要記名不記名 那版本裡面來看是因為 在禮拜一裡面大部分都是用記名表決 方式來處理 那現在的民進黨今天的提案版本是寫無記名 那自己剛才有提到是一個 限星法裡面的處理是 不是憲政的部分 是用案用那個慣例 用交相關委員會 然後他是用 我們跟秘書長補充一下 我講的不是現行 我講的是2016跟2020的版本比較 所以我要特別講就是說 當然秘書長很客氣啦 你把現行的規定拿出來 可是我今天又講說今天 我為什麼一直剛剛跟我們柯總要講說什麼 東思孝平 我說今天不是用東思孝平來看啊 但你眼睛是放在2016的版本 你知道西施捧心啊 西施捧心啊 為什麼 2016的版本民進黨會痛心啊 對不對 所以我再這第一個 所以第一個閹割掉是什麼 記名便無記名 全體一半便出席一半 這不是閹割什麼是閹割 我再問下一個 我要問第三十條 也是非常的經典 民進黨的第三十條 在2016的版本 他是要求被提名人 學歷經歷財產稅務刑案記錄 所有這些淋淋口口的相關資料 都要拿出來哦 今天2024年全部刪掉了 所以被提名人的學歷經歷財產稅務刑案記錄 都不重要嗎 還是今天被提名人 愛丟什麼資料就丟什麼資料 我想要問一下秘書長 就是說基本上 到底我們是不是應該對被提名人 在審查更慎重 資料更周全比較好呢 審查密度能夠更高 當然是比較會更周遠 對被提名人會比較更了解 是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第45條 第45條在2016年的版本 跟2024年版本 最大的差別在於說 他就採取所謂的 僅限於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我要跟各位講 這立法的文字 你應該正面表列 先查法都正面表列 那你才先自我告訴大家說 什麼情況之下不能行使 不能行使 自然有相關法律跟憲法的規定 但是不用這個 卑躬屈膝道 還要特別強調說我們只能如何如何 才能開始進行所謂調查權 那再來就講所謂的調閱 我們講調查委員會跟專案小組的部分 第46條 民進黨的2016跟2024版本就是 刪除了 新的版本 刪除了文件可在會期外調閱的規定 那將調查專案小組改為調閱專案小組 權限限縮 只能要求機關就特定案提供參考文件 必要時才能夠要求文件原本 2016年的民進黨不是這個樣子 我想要請教我們的秘書長 會期並不限制立法權吧 我們在國會的調查權 是屬於立法權輔助性權利 為什麼要用會期 來限制我們今天的調查權呢 以現行法來 當時我們在你的說是 這一個委員會或是小組成立 一定在會期中了 至於在調閱的時間上 是不受這個 在修衛行事可以行使 然後另外 要求竟然是只要求參考文件 我真的是覺得說民進黨真的 不要把立法院搞成行政機關的小媳婦 小媳婦 各位抱歉 另外我再講一次比較嚴重一點 還有一點就是什麼呢 還有一點就是 民進黨這48條的部分 那也很厲害 他48條裡面呢 他本來是說 這個虛偽陳述的 要處罰 要罰虛偽陳述 特別強調 說謊官員要罰啊 這是2016年民進黨版本裡面的啊 可是我不懂為什麼 2024年版本 特別別把虛偽陳述拿掉 特別跟大家講說 抱歉啊 我新的版本 我沒有要處理說謊官員啦 我需要再請問秘書長 說謊官員 官員可以在立法院說謊嗎 我上次已經報告過了 就是因為 大概這個裡面 我們現行上 並沒有對 對這方面有作規範 我上次在上一次 我已經有事 我要跟秘書長說的 也跟我們所有的 那個民眾說的 就是說這一段時間 你會發現 我們在談國會聽證調查 以及尤其官員處罰的 這個部分 我發現民進黨 有個新的 民進黨的朋友啦 不敢說全部的民進黨 有個新的辯護的方式 就是說官員在這個 聽證調查 竟然沒有說謊的權利啦 我會發現 會有這樣的一個印象 就是2024年 民進黨的版本當中 竟然把虛偽不實陳述拿掉啊 這個版本能看嗎 我真是覺得民進黨 你對不起 我們2016年的民進黨啦 以上